我们有讲座了 时间是2022年的1月16号 礼拜天下午2点到4点 地点呢 就是在台北之战前面的亚洲广场 人生设计所 这个入场费当然是不用啦 近期就会开放大家报名咯 主题是什么 当然是大家最熟悉的信用卡 你手上拿的到底是神卡还是粪卡 我要来教你怎么挑选信用卡 今天的主题是 RECHAR居然推出美股交易服务了 今天要跟你看一看 到底是小资组的服依 还是要被割韭菜啦 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 前一阵子我在大户的Telegram里面呢 就是有跟大家分享一个贴图 就是很多朋友都在问说 那个必备卡到底他的权益怎么样 那因为我有必备卡他们产品PM的line 就是稍微问一下 然后一开始也是这句话 就是嗨我是宝可梦 结果呢就有粉丝回说 哎呀看到这句话就好像有声音一样 就好像回到我们的Podcast节目一样 好可见就是这变了我的口头禅了 就是一开始要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回到正题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是 RECHAR最多人使用的数位账户呢 已经有一个美股交易的功能 那这个交易呢到底好不好 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有帮助呢 我觉得有必要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在开始之前呢 我请大家做几点思考 这个很重要 关于我们要不要使用这个金融商品 我觉得你都必须要去想一想 而不是说看到行销活动就脑虫 就一定要去使用 这反而是比较不理性的 就是被那个行销跟广告给洗脑了 第一个 这个投资工具的成本是多少 你去使用这个产品 你要付出多少成本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未来会赚多少钱 唯一能够控制的是我们支出的成本 所以这是你第一个要思考的 第二个 我有投资美股的习惯吗 你平常有没有在做美股交易啊 如果没有的话呢 他推这个功能跟你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对 不管他收多贵多便宜 那都跟你无关 但如果你有兴趣 然后你也准备开始要投资美股 也许它是一个平台 你就必须要去关注一下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跟你的投资哲学有关 你平常如果没有建构起自己的一个投资哲学的话呢 人家说什么平台 人家说什么产品 你就一握风的跟去买 这就是不好的现象 第三个 与现行的投资工具相比 有必要吗 你有必要 使用这个工具吗 这是你必须要去思考的 因为在你还没有进入交易之前的话呢 你有超级多的选择 而这些选择呢 就会构成你未来不一样的这个退休的光景 因为差很多 光是用复利下去算 他收的手续费高 你未来资产成长的速度就比别人满 但如果你用的是最便宜的手续费率去滚动利息 依照复利的七二法则去计算 你的确有可能在退休的时候比别人多一百万到两百万 这是有差的 好那我们做完了三个提示之后呢 我们来进入我们的主题 就是Richard这个产品啊 他这个美股的产品到底有没有什么优点跟缺点 然后有没有什么基本的这个项目 我跟你一一的说明 第一个 如果你要使用美股交易的话呢 你可以打开Richard app 你选择下方的总览 然后再选择上面有个投资栏位 点下去之后呢 他会有三个不同的栏位 那你有点复杂在买里面的 你就选择自己选 那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一些美股交易的清单 或者是ETF的清单 你就可以稍微看了 那他的规则非常的简单 因为他的右上角有一个问号 小小的问号你点开之后 他我跟你讲说他这个交易规则是怎样 第一个 他一次呢必须要买一个标的 一次只能买一个标的 然后要用美元扣款 好这很容易理解嘛 不能够一次选三个标的 就一个标的一次扣款这样子 等于是你每一次的标的扣款 就会被收一次手续费 那他手续费是怎么收的呢 好这个等一下跟你讲 他第二个重点叫做 一个月最多有28天的扣款 然后你可以选择 比如说每一个月扣一次 每三个月扣一次 每半年扣一次 好所以这个扣款的区间 你可以自己决定 而不是每个月扣这样子 那最少呢就要买一股 所以他没有办法帮你做定期定额 比如说一次100美金买不行 他没有这个股权分割的技术 所以他只能够一次买一股 不管这个股数大小 你就是一次要买一股这样子 好那第三个是 你必须要在扣款当日的前一天的下午4点 好准备足够的美金 不然会扣款失败 然后他也是采圈存值 好如果你有常常使用 永风金证券的风策国美股 那你应该知道 他的圈存值是这样玩的 就是比如说你隔天 好要扣款 比如说Apple 一股150美金 好举例 那么你就会被收取 150再乘以10% 好这是15 所以总共至少会宣存 165美金这样子 好所以这个圈存 114%这个意思 那他会根据隔天 真正帮你买到的数字 做真实的扣款 然后多圈存的钱 他会在事后还给你 所以你不会有收到 任何的损失这样子 那他的手续费来的 非常重要 就是你的交易总额 乘以1.35% 这个就是他会收的钱 这1.35这个数字 里面必须要有一点概念 一般而言的话 在美股交易 这个部分的费率是0元 那你如果使用的是 风存股美股 他的费率低了1.05% 所以就只有0.3% 这个是收1.35% 非常高 然后再来 他有没有递销 有 他的递销是26美金 不是26台币 是26美金 26美金 你算一算 大概是要接近 1000块台币了 所以他每一次 做一次交易 就是收1000 那你想想看 我们应该不要再 做这个产品的介绍 我们大家一起来买 台新金控的股票 我们一起来当股东 赚比较多 因为这绝对铁定 就是大赚的 你想想看 他有260万的用户 里面只要有1%的人 使用好了 是多少 2.6万人使用 那每个人都买个一股 那你就是 2.6万个 26块美金 这样起来是多少 我简单算了一下 1%的人 就是2.6万人 每一个人都买一股 那就是多少 2.6 再乘以 26美金 所以算起来 居然是 2028万 只要有1%的人买 他就赚2千万了 这个就是 开银行赚大钱的 真谛 因为这一道 真的很厉害 所以你必须想 就是Richard 他推出了4年 亏钱亏那么久了 那现在终于 要开始来回奔 要开始赚了 不要说1%的人买好了 0.5%的人买 也是赚1千万 很夸张 所以这个数字 真的是太精了 不要小看26块美金 26块美金 是稳收的 很棒 这是对于投资人而言 但是如果你是消费者的话 你就要特别注意 因为如果你是消费者的话 不要选这个产品 因为非常的昂贵 所以这个要特别去注意 那赎回有没有费用 因为我们都知道 买进的时候 会收一笔26美金 赎回有没有 我去看了它的规则 赎回是零手续费 就是说 你把这个 你买的标的 卖回去 好 那是收零元 这个还蛮不错的 但是它还是 有一个小小的细节 魔鬼藏在细节里面 等一下跟你讲 它除了 不收零%的手续费以外 它还是有一个东西 会收的 这个东西呢 就会决定了说 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这样子 那它可以买的标的 有哪些呢 光是每股个股 至少有80档以上 那每股的ETF呢 也有30档以上 那我自己算了一下 大概是35档左右 大家习惯的 QQQ 然后SPY VT AOR 然后VOO跟ARKK 其实都有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它的标的选择性蛮高的 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的 想要用一个产品来做购买 它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但是如果你是用 这个最低手续费率来算的话 你可能就要思考一下 这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那我们第二个部分 我们来比较一下 就是如果你用的是RECHR 跟你用的是 有封金证券的 封存股美股来做交易 到底差在哪里 因为这个段落 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 网络上没有人去做分析 那我自己把它整理好之后 我才是觉得 真的有必要跟大家做分享 因为你们稍微比较一下 就知道了 所以我接下来的段落 我可能会写成一篇文章 让大家在网络上面 做查阅比较方便 但是我用讲的 先讲给你听 第一个人买比较手续费率 RECHR收1.35% 有封金证券 封存股美股收0.3% 哪一个胜 以数字来看 有封金证券收的比较低 的确是比较好的 那我提醒大家 如果你用的是 美国券商做交易的话 这个部分的数字是0 所以1.35 0.3跟0 你会选哪一个数字 人往高处爬 谁往低处流 手续费率要选低的 基本上要选越低越好 但是美国券商的交易 其实在国内 不是被金管会主 认可的一个交易方式 出事情 你要自己选择 去面对 所以这一点 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没有办法 跟国外的客服 做硬打如流 你的英文不够好 你就要考虑一下 因为毕竟这个钱 你最后还是要 从外面拿回来 那如果你死了 你的继承人 可不可以拿 可不可以去 处理这个遗产的部分 这都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这样子 那我当然很希望 我们国内的这个 金控收的 手续费率 能够更低一点 0.3 0.2 0.1 最后到0.05 到0都是最好的 不过目前 看起来好像 其他业者 没有打算要 像永峰金证券看起 所以推了一个 这么奇葩的数字 这个数字超赚钱的 对不对 只要百分之 1%的人买 就是赚2000万 然后百分之 0.5%的人买 也是赚1000万 非常的多 那低收的部分呢 因为 每股交易跟台股一样 就是他们都会有个 最低收取费用的限制 这是银行 他们赚钱的一个 很重要的罩门 刚刚讲了 Richard低收26 不管你买一股 还是两股 最低就是先从26开始收 那你超过这个数字的时候 就以哪个数字 比较高收哪个数字 这样子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 26美金 接近1000块台币 那么永凤金证券 它的低收是0元 它没有设定一个最低的门槛 它以前是4美金 然后后来降为1美金 现在是0 也是市场上目前 我觉得最有竞争力的 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 你只要最低定期定额100美金 就是收0.3美金 也就是10块台币左右 是非常友善的一个做法 那10块台币跟1000块台币 你觉得差多少 差了100倍 你会选哪一个 这个很明显 那第三个 标的的种类跟数量 Richard他说每股的个股 有80档以上 每股的ETF有30档以上 那相对而言 有风金证券 这个风存股 每股它的每股 大概有26档 那ETF有43档 所以呢 互有涨跌 互有那个 有的比较厉害 有的比较少 所以这个就是根据你自己的 投资习惯 跟你有没有想要的标的 来选择这个通路 是OK的 那再来赎回手续费 很重要 赎回手续费的部分 我觉得Richard 他其实比较不像是一个 付委托的状态 因为他有点类似是基金的交易 因为他有收信托管理费 你在银行的通路 买基金 一定有信托管理费 所以他把这个 美股的交易 就是包装的 很像是做美股的交易 但事实上 他其实是基金 因为他有信托管理费要收 如果你买这一档 美股或ETF 未满两年 会收0.2%的手续费 就是你赎回的时候 你的总金额多少 再乘以0.2% 就被银行收走了 就好像一个超大的金蛋糕 然后经过他的手 他就给你靠一点下来 所以你想想看 只要有1%的用户 就是2.6万的用户 全部赎回 他光是这个数字 乘以0.2%就多少 可能就是几百万 是这样子来的 如果你是未满 三年 就会收0.1%的手续费率 所以你至少一定要放三年 你今天下单买了 要等到2024年 才能够买出 这样子的话 才会收0.1%的手续费 所以这的确是一个长期抗战 不然的话 你想想看 你买了再多 怎么赎回 怎么被收取 收取费 这是很恐怖的 那永风金证券 其实也不遑多让 一般而言 如果你没有去做 negotiate 你没有去做 这个溢价的部分 基本上是收0.5% 这个数字也很夸张 那第一收是多少 20到35美金 这个数字就是依据你自己 对永风金证券的 空限度而定 所以赎回手续费这一块 其实才是银行 真正赚的部分 所以你看 永风金证券 虽然说买进只有0.3% 但卖出0.5% 加起来是不是0.8%了 然后还有一些 美国政府那边 又收的 零零扣扣的东西 加起来 我算0.1%好了 加起来就0.9% 所以我用永风金证券的 美股去做交易 买进跟卖出 最后我要付出的是 我总资产的1% 被永风金证券收走了 那台新 他其实数字更多 因为他收1.35 最低26美金 然后赎回的时候 要收0.2%或0.1% 这个数字加一加的话 应该是比1%还要高 因为一开始就1.35%了 所以你自己算 你就知道 怎么算都不是那么的划算 那最低进场要多少钱 我来帮你算一下 这个RECHA 它是26除以1.35% 算出来是1925美金 你必须要准备 接近2000美金 进场 你的手续费率最低 所以2000美金是多少 6万块 这个跟我们之前讲的 最少1333美金 就是之前 永风金证券低收4美金 然后0.3% 这样除下来的数字 1333美金 大家就哀哀叫了 因为每一次投入 就像4万块台币 你做得到吗 小资组可能要存 两个月到三个月 才有办法存到4万块 可以投美股 对不对 这个门槛都非常的高 那台新的RECHA 又再度的 垫高这个数字 那永风金证券的美股 要它的进场 最低金额是多少 最低你可以使用 100美金 去做定期定额 所以3000块 就可以进去了 不到3000块 现在27点多 所以大概2700左右 就可以进场了 这是不是相对而言 好像比较划算一点 不要说划算 相对而言 对消费者来讲 门槛比较低 那进场的方式呢 我们也比较一下 RECHA的话一次只能买一股 它没有股权分割的技术 所以你不能够说 我买100美金 不行 所以最低就是一股去买 真的没办法 那永风金证券 比较进步一点 它跟那个奈米头 有的拼 奈米头也是一样 每个月固定扣100美金 然后就把你分散到 10多档ETF 那永风金证券的 风存股也是 它有定期定额 就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那定期定股 就是跟RECHA一样 一次就是买一股一股 但是要特别注意 你定期定额买的股数 跟定期定股买的股数 不能够混为一谈 就是我同样都是买特斯拉 定期定额有买 定期定股有买 它视为两笔不同的资产 然后卖出的时候 要分别卖出 因为他们技术上 没有办法相容 那没办法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这个在你卖出的时候 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的小结论是什么 就是投袭下去之后 你就不要随便变换车道 变换水道 就是从一而终 像我一开始 我用的是定期定股 我到现在还是定期定股在买 就是美金准备多一点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来做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 RECHA 他因为不需要额外开证券户 他只要有之前的APP 那么你只要多签几个 那个W8BM的表格 然后你就可以进行下单 相对也比较方便 但是方便这件事情 就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去大卖场买东西比较便宜 但是它比较远 你需要时间成本 但是你在便利商店 你家楼下买东西 很方便但是比较贵 RECHA也是一样 RECHA在你的手机打开 就可以买美股 但是它非常的昂贵 你要不要买 就是自己决定了 那或者是你花一点时间 选择一个比较便宜的券商 来进场 那是不是可以得到 比较低的投资成本 这个是大家自己要去衡量的 那那个手续费率的部分呢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析到这边 那最后呢 还是讲一下 RECHA他其实有针对 这个美股活动上线 他有一个叫做 超级美股王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就是 你只要在活动 这段时间之内来进行交易 那他就会抽出一些得主 那就是送你一些奖品 或者是一些折扣金 这东西当然是很有趣 因为他大概准备了十几二十万 来做活动 那目的当然是希望推广大家 来做美股交易 那你可以自己去衡量说 你会中奖吗 那你可不可以去赚到这个钱 不然的话呢 你付出去的成本是很高的 因为是二十六块美金 你付出二十六块美金 得到一个抽奖机会 然后这个抽奖机会呢 最后可以让你赚一千块回来 你觉得我要算吗 就是付出去的成本 就全部拿回来了 那这个部分 你就是自己去去search 你可以自己决定 适合还是不适合 那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 这三个观念 你还是要去思考 这个投资工具的成本是多少 搞清楚 第二个 你有投资美股的习惯吗 有的话呢 再来研究 第三个 跟现行的投资工具相比 有没有比较好 这个是你自己要去思考的 那我没有必要帮大家做洗脑 或者是push怎么样 我们的数据就是 一清二楚的 在节目里面列出来 你可以自己去比较 然后去决定 哪一个适合你自己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 就是到粉丝 别时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 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呢 都会在做节目 跟大家回报哦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一个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